今天我们收到了一张显卡 那这张显卡是来自我们最先开始开发的这个5700XT系列 那么它来自迅景的5700XT 海外版Utron Ultra 2 然后这个双风扇的版本 这个显卡还有双三风扇的版本 稍微再长一点点然后多一个风扇 但是虽然体量很大 但是所有品牌的这个5700XT散热效果都很差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显卡的外观 看完它的外观你可以知道 其实显卡的这个外观其实很霸气的 迅景的做工一直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是依然压不住这张只有200W左右的这5700XT 那其实也不是说迅景的做工不好压不住 而是所有的品牌5700XT都存在散热问题 热点温度过高导致你降频降功耗 然后就算是猛禽也是一样 所以基本上我们所有品牌的5700XT都开发完了 都可以支持水冷的改装 那么要改装这张显卡呢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一次我们就没有上机测试 我们直接把这个改装后的这个测试效果 放到最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张显卡的原装散热器啊 这个风扇呢有问题 所以它的转速无法直接进行控制 那就没有办法做前后散热的对比 我们直接看改装后它的温度 到底是否足够优秀 那这张双风扇的海外5700XT 我们就已经改装完成了 在31度的湿润情况下 我们进行了Fullmark考骑测试 开启2K分别的抗拒尺 8倍抗拒尺 测试完成 这张显卡最高运行功耗是205W 当然这是默认的功耗 然后在2066的这个核心频度下 这个显卡核心温度最后稳定在了46度左右 热源温度也只有61度 显存温度只有68度 如果左侧还能加一个4厘米 或者是小风扇加在上面 那么这个显存温度还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 不过68度显存温度相比于很多东西 已经到了95度以上显存温度 这个温度应该还是比较优秀的 好 那本质这张显卡的改装件呢 适配于迅景的黑狼 5700XT 5700还有海外的双风扇和三风扇版本 接下来我们拆解这张显卡进行改装的轿绳的案例 那么要拆解这张显卡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能在背板上看到的所有螺丝 我们全部把它拆掉 那么这里其实有迅景的这个保鞋标签 不过5700XT基本上已经是权限处于这个 突破自保期的这种状态 所以很多朋友都是在他脱保以后 选择去改装神的延长这个显卡的使用寿命 或者说提高显卡的这个散热效率 也提高显卡的这个默认输出性能 拆掉背板螺丝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这里制作教程的整个步骤 所有的改装件 步骤也就是拆原动散热器 然后换一个散热器 对吧 无非就是说这个散热器是由水冷和一个改装件结合在一起 那么现在拆完背板螺丝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散热器进行分离了 这里居然还有两个很小的螺丝 我们把它拆掉 好 那这样散热器就很轻松就可以分离下来 分离下来以后 我们看到PCB的右侧 有一个风扇的这个转速控制的接口 风扇的转速控制接口 那这个接口分离下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原装散热器的这个做工了 其实铜底然后室热管均热针对这张显卡的这个功耗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散热体量其实还挺大的 但是加上了这个显存的加持以后 这个核心的散热效率就急剧地下降了 因为显存和核心共热的情况下 这个显存的热量会加速核心这个散热效率下降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再换个角度 可以看到这个铜底的均热板 这个铜板是出现了氧化的痕迹 这是原装显卡的状态 这个卡这个陈设还是非常好的 灰尘也并不是很多 整个散热器你可以从侧面看一下 就算没清理灰尘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铜底的氧化 导入硅脂的干涸 导致核心接触效率就比较低 导入效率就低了 所以整个改装的话 是解决这个导入效率 规模还有风道三个问题 同时解决这个散热问题 那拆成不管是双风扇的海外 还是三风扇海外 你拆完散热器都会有一个中框 和一个背板需要拆除 那么中框这里有很多很多螺丝 按键的螺丝就拆除完了 就非常简单 从这里右侧风扇 沿着这个黑色的塑料键 一圈螺丝全部拆掉 你才能把整个散热 这个中框 还有背板进行分离 好 那这样上面的这个 黑色的塑料键 就可以分离了 那下面这个塑料键 也是反正就是沿着它 这个一圈 你能看到的螺丝拆掉就可以了 那右侧可能三风扇 双风扇的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差距 但是拆解的步骤 逻辑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插完以后 这个背板就可以直接分离了 你看这个背板只是一个刚性结构支撑键 并没有什么散热效果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原厂的这个导热膏 硅脂 给它清理干净 然后整个PCB上如果有较多灰尘 你一定要清理干净 再来进行改装 显存和供电的导热膏 我们已经贴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贴好以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在核心的周边 其实还有四组电感和这个MOS管 注意这四个一定要贴好以后 再贴右边 然后不要遗漏 那接下来我们把改装键右侧的这个风扇接口 给它对接上 这样可以方便这个日后 这改装键上的风扇 如果需要更好或者维护 我们只需要插拔这个接头 就可以进行更换 不用拆解整个改装键 那现在我们把改装键整体拿过来 大致对齐螺丝孔位 然后贴合下去 然后在左侧我们可以垫一个相对高度 差不多的一个垫片 让左右保持平衡 然后捏好PCB和改装键 翻转过来到背面 到背面以后 我们对准所有螺丝孔位 进行简单的平面调整一下 然后确保螺丝孔位对齐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这里有一个挡板的螺丝 我们用这个背板螺丝把它装上去 然后提前固定它 固定好这个挡板螺丝以后 我们需要在背面的显尊 贴上这种2.5毫米的背板导热膏 然后在显尊部分提供下压力 让背板可以给显尊导热和散热 我们把它裁剪一下 提到对面 好 背板的导热膏贴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背板拿过来 对齐螺丝孔位 然后把所有的背板螺丝 全部放进去 这个时候螺丝 你一定要确定所有螺丝 都可以放进去以后 再来你每一颗螺丝 确保螺丝都可以对齐 现在所有螺丝放进去以后 我们初次把所有螺丝 都拧进去一点点 就是你先确保 所有螺丝都可以拧进去 再来用大螺丝刀 或者大螺丝刀的披头 把每一颗螺丝逐步收紧 现在所有的背板螺丝 已经全部拧紧了 我们到侧里面来观察一下 所有的背板螺丝 台阶是否和PCB正反面 已经接触紧密 导热膏 还有每一个供电部分 是否都贴合完整 如果贴合比较紧密 那表示你螺丝已经拧好了 如果贴合还有缝隙 那么一定要把螺丝再紧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得到正面 把核心涂上硅脂安装水冷头 好核心硅脂涂抹均匀以后 我们拿出水冷头桶底 把保护膜撕掉 撕掉以后 我们就可以安装这四个螺丝进行固定 来嵌入式安装水冷头 因为这里用四个螺丝进行固定 然后嵌入式三维模式 所以它不支持其他品牌的一提式水冷 只能适配扩冷之中 我们设计的型号 那我们第一颗螺丝需要安装这颗和这个水冷头 这个模块 塑料键有干涉的这颗螺丝 这个螺丝我们拿大螺丝刀 顶住这颗螺丝 然后持续发力 一直拧到底部 拧到底部以后 就排除这个螺丝帽和这个塑料键之间的干涉 那这颗螺丝必须第一颗安装 所以非常重要 按照教程来安装 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水冷头的管子捏住 垂直于这个水冷头平面 然后使用小螺丝刀顶住第一颗螺丝 然后按照嵌入式的孔位下压 注意 这里是用指头顶住这个螺丝下压 然后接触到第一颗螺丝的孔位以后 拧个三五圈 这个时候不要拧紧 然后我们再上它的对角螺丝 对角螺丝固定好以后 那这个水冷头基本上就固定住了 再上另外两颗螺丝 就非常简单了 用小螺丝刀将四颗螺丝拧到 刚好用一点点力气就拧不动就可以了 这里有对核心保护的线位设置 所以只要你不使用蛮力 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会激化核心 所以这里一定要注意 那么四颗螺丝装好 这个改装过程也就完整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有对显存散热有较高的要求 那么除了在感动键上右侧有一个风扇以外 你还可以在左侧再单独加装一个6厘米的风扇位 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这种6厘米的风扇 如果说有空间的话 那一般的话 570XT左侧是没有这个位置的 相对距离是不够宽的 但是9厘米的风扇可以左右横向侧吹 是可以把线针压制住 我们现在上镜来实测 i will music i know you